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被加拿大無理拘留三年 終於與美國司法部達成延後起訴協議 孟晚舟在上月25日乘坐中國政府包機 在加拿大返回深圳 隨即開始21日的防疫隔離 今日孟晚舟回到深圳華為板田的園區上班 獲過百名員工熱烈歡迎 現場更有員工歡呼 旅程歡迎回家 值得一提的是 今日亦是孟晚舟的父親華為創辦人任正非的生日 上班第一日 孟晚舟有什麼想跟同事說呢? 我們今天來到你們身邊 讓你們的笑點 因為你們的笑點 那麼熟悉 那麼心切 也是那麼自然 過去三年 雖然相處萬年 讓我們平衷共起 真心從未有願 過去三年 雖然就業尖導 讓我們入地平行 情意更加尊重 過去三年 越來越局部維艱 讓我們劈心感情 團隊越在越勇 你不會贏 怎麼愿? 我怕你也會負責 我看你 你會負責